欢迎收看后顿网视频教程 请记住我们的网址 3w.后顿网.com 免费下载高清版 请登陆后顿网论坛 大家好 欢迎收看后顿网视频教程 这节课呢 我们继续来讲解 Linux操作系统的管理与维护 那么在上一节课呢 我们给大家讲解了 在Linux操作系统当中 石油脚本的一些这种基本的介绍 包括如何来创建一个石油脚本 那么创建完成之后呢 如何来执行 它的执行方式呢 有两种 那么这个呢 是我们在上一节课当中 写的一个最小型的 最基本的一个石油脚本案例 我们写完它之后呢 只要能够正常的运行就可以了 那么在这节课呢 我们主要给大家讲解一下 石油脚本当中的这个变量 那么它在里面呢 是如何来执行 如何来输出的 那么首先还是一样 我们先来看一下 石油变量的它的这种概念 那么定义一个石油变量呢 其实非常的简单 非常的简单 我们只需要输入什么 那么Name String 或者是Name 整形的一些数值都可以 这个String啊 代表的是字符串 那么在这呢 其实它是一个等号 一个复制号 那么大家呢 把这只要理解清楚之后 当你去写一些石油脚本的时候 你就知道 如何能够快速的 去定义一些变量 那么我们把这个先搞清楚 首先前面Name Name是什么 Name是变量名称 那么变量名称呢 通常情况下 我们都用小写字母来命名 那么在石油脚本当中 它的命名规范是这样的 所以呢 建议大家 那么在写的时候 按照标准来写 那么 有的可能 有的同学可能会说了 我用大写的 可不可以 那么当然也可以 但是呢 这样的话呢 可能读 读起来呢 可能给别人去阅读的话 会觉得不方便 会觉得不合适 因为本身 石油脚本语言 它的这种语言规范就比较松散 那么看上去呢 就不是特别的美观 所以呢 相对来说 建议大家按照它这种 石油标 石油标准来定义 那么其次呢 这个等号 等号呢 是一个复值符号 大家一定要注意后面的句话 复值符号 两边不能有空格 否则就被视为命令 就会报错 那么string呢 就是被复值的 这种变量值 那么下面呢 有一个例子 比如说 我们定义一个变量 叫做V1 然后呢 它的值是什么 SentOS 那么第二个呢 也是一样 比如说我们定义一个V2 然后等于什么 this is a shell script test 那么如果是字符串的话 建议大家呢 把它加上这种单引号 或者双引号 然后呢 以确定这是一个字符串 那么如果只有一个单词的话 你也可以不加 我们先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看一下 比如说这个时候 我们需要打开putty 然后呢 在这个里面呢 我们直接输入什么 打开一个脚本 比如shell test 我们将其中的这些代码 给注释掉 我们先不用它 然后呢 在这个里面呢 我们来输入一些信息 输入什么 定义一个变量V1 然后等于等于什么 centerOS 那么这是一个变量 这个时候呢 我想输出这个变量 如何来操作 我想输出这个操 我想输出这个变量 这个时候我直接echo 然后跟上什么 到了符号 那么在前面加上一个到了符号 就表示V1 它是一个变量 我要输出它 这个时候呢 我们保存退出 然后呢 我们再去执行 这个shell test 然后直接输入sh shell test 然后这个时候 大家看一下 centerOS能够正常输出 对不对 所以呢 这是一个最基本的 变量复制的一个过程 那么这个时候 如果我们去改变一下它 改变一下这个变量 我们有说过 复制符号前面也好 后面也好 都是不可以出现空格的 比如说这个时候 我们这样来复一下的纸 大家看一下 再去保存 再去执行 你会发现什么 它会有没有提示 那么它会告诉你 在第八行 那么V1 这个命令找不到 因为你加上空格了 它会把它视为一个命令来对待 那么没有V1这个命令 所以呢 它就会有这样的错误提示 所以呢 这个呢 是大家在写这个十六脚本语言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的一个点 那么在复制等号的这种前边和后面 都是不允许出现这种空格的 否则呢 它就被视为命令来执行 那么视为命令来执行呢 通常情况下都会报错 因为没有这样的命令 这是一个输出 那么变量的复制过程呢 其实没有 没有这么多 要么呢 就是 字符串型的 要么呢 就是整数型的 在整个的十六脚本语言里面 那么你给一个变量复制 那么只有两种选择 要么呢 是你附一堆的字符串 比如说我们 直接输入V2 然后呢 等于后面的跟啥这种 那么 这个时候 我们直接输入 输出什么 不输 不输出V2 不输出V1的值了 输出V2的值 大家看一下 然后 我们去执行shell test 大家看一下 那么这行信息呢 它就输出来了 这是一个字符串 对不对 然后呢 同样 它也可以直接去复值 复成整数 我们来复值 我们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那么这个时候呢 比如说我有两个数 我有两个整数 然后呢 我换一种方式 我们把这两个 再给注释掉 先不用它 然后呢 我们换一种方式 然后定义一个A等于10 然后B等于20 这个时候 两个值都有了 它们也都可以正常输出 是不是 然后我们来试一下 A 对不对 然后呢 或者是还有一个叫做 Echo 到了符号B 我们把这两个值都输出来 看一下 shell test 大家看一下 10和20都能输出来 那么有的同学可能会问了 他们能不能做加减乘出法 当然 这个怎么来做 那么在shell当中里面呢 你去做一些这种 加减乘出模运算呢 它是有一些这种条件 或者说有一些规则的 那么怎么来做 我们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首先还是打开这个 那么打开之后呢 因为A和B 这两个呢 现在都是变量 所以呢 你去做它的这种加减法 是不可以直接去做的 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做 它都是加减乘出法 怎么来做 比如说我想做A和B 它们两个的这种加减乘出 怎么来操作 我们来演示一下 如果我们想计算出A和B 它们两个之间的核 或者说它们两个之间的差 我们怎么来计算 大家一定要注意 在shell脚本当中 如果要进行加减乘出运算的话 必须要使用什么符号 必须要使用小块号才可以实现 否则是没有办法实现的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如何来计算A和B 它们两个之间的核 也就是说A加B等于多少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怎么来做 OK我们先把这个给删掉 先不用它 然后我们直接输入什么 小括号 而且它必须是双层的小括号才可以 那么单层小括号是不起作用的 所以这儿呢 大家是要注意的一点 然后在这里面我们写什么 A加B是不是 如果我们直接输入A加上B 那么这样的话 它能不能执行 我们来看一下 这样的话呢 通常是不可以的 这样呢肯定是错误的 它会给你提示标记错误 对不对 括号标记错误 你输入的不对 那么这个时候 有同学可能会说了 因为是变量相加 所以呢 A和B之间应该加上刀了符号 这样的话呢 才表示它们两个之间相加呢 那么这样的话 是不是就对了呢 我们再来演示一下 谁要test 大家看一下 还是标记错误 对不对 还是小括号标记错误 所以呢 这样去写也是不对的 那么正常的来书写 我们想要计算变量A加上变量B 它的值是多少 我们应该怎么来写 怎么来计算 那么如果你想输出变量A加上变量B 它们两个这两个变量的值 然后呢 你需要在前面加上一个变量符号 表示你要输出一个变量的值 那么这样的话呢 才表示你要输出的是变量A加上变量B 它们的值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再来计算 然后shell test 大家看一下 那么这样的话呢 A变量A加上变量B 它的值就出来了 那么这个呢 就是整数的这种加减乘数运算 那么针对于在shell脚本当中 如果我们想去实现这种加减乘数的运算 我们就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做 那么前提条件是什么 两层小括号 这个呢 是不可改变的 这个是shell脚本语言当中的标准 如果你想实现加减乘数运算的这种方式 你就必须要输入两层小括号才可以 那么这里面呢 无论你算的是 无论就是你要做加法 减法 乘法 除法 都是可以的 都没有任何问题 那么我们再来演示一下 比如说乘法 乘法怎么来操作 那么加就用加号 减就用减号 乘法呢 就是星号 星号呢 表示它们两个相乘 那么除呢 就是一个斜杠 那么磨呢 就是百分之号 相信这个大家都是清楚的 然后呢 保存退出 然后再去执行 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多少 10乘20 200 对不对 所以呢 整个的这种加减运算称除 大家一定要注意的一个点 就是一定要去加上两层小括号 才可以进行计算 无论是里面是变量的值也好 里面是这种整性数值也好 都是可以的 那么前提就是 你一定要在小两层小括号里面去执行 否则呢 你是没有办法去计算 它们这种加减乘数运算的 我们再写一个简单的简单点的例子 那么大家看一下 比如说 100 然后呢 减去20 然后呢 加上30 然后呢 乘以 2 然后呢 就这样吧 然后呢 我们就写这么一个四则运算 然后呢 这里面都是整数值 大家呢 来看一下 看它的计算方式是多少 首先呢 大家都知道 四则计算 通常都是先乘除后加减 对不对 所以这呢 应该怎么来计算 首先呢 是30乘以2 对不对 30乘以2呢 就是60 那么 再执行就是100减去20了 那么80 80加上什么 80加上60 那么得出来的结果是140 对不对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来看一下 是不是这个数值 我们保存推出 然后呢 去执行 大家看一下 它呢 就是按照这种方式来计算执行的 这个呢 就是关于这种 自负串变量 或者说是整数变量 它的一些这种基本操作方式 目前我们看到的 或者我们现在学的呢 只是一些这种 在石油脚本当中 一些这种变量的定义 然后变量 它的定义里面呢 只有两种 那么一种呢 是自负串 自负串的这种变量 另外一种呢 是属于整数的这种变量 那么它的操作呢 针对于整数来说 可能就是加减乘除膜 或者说是取鱼 都是一样的 那么针对于自负串而言 我们给一个变量 附上一个自负串 然后呢 去 去让它打印出来 或者让它输出来 那么针对于自负串 其实还有很多操作方式 比如说我们要计算 自负串的长度 我们要截取自负串等等 那么都会有很多相关的操作 那么这个呢 我们来给大家 挨着的做一个 这种相关的演示 那么让大家 能够非常清楚的 来理解一下 这个是要变量表达式 它的一种这种操作方式 那么这个呢 就是关于自负串相关的 一些这种操作 大家呢 简单来看一下 首先比如说 现在第一个 那么通过这种方式 我们就可以计算出 自负串的长度 那么这个怎么来计算的呢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呢 还是打开我们这个文件 然后呢 我们重新做一个这种定义 我们呢 定义这个 VR这个自负串变量 VR VR呢 它有一行自负串 我们给它扶上值了 This is a test 弗朗姆后盾网 那么这个时候 我需要做什么 我需要做一个简单的操作 什么操作 看一下 我们呢 直接输入什么 直接输入 echo 然后后面跟上什么 我们要打印变量 对不对 然后呢 打上一个导入符号 后面呢 跟上一个大括号 然后呢 我们要 我们要做什么 自负串的计算长度 直接输入什么 VR 因为你要计算VR 这个变量 它的长度 对不对 然后呢 前面千万不要忘记 加紧号 那么加上之后呢 最后呢 我们把它给全部扩起来 这个时候 我们来保存退出 先保存看一下 那么我们计算出来的 这个值应该是多少 大家看一下 来计算一下 来 This 4个 空格 5个 5加2 7 7加1 8 9 10 10加14 15 15加4 多少 19 20 20再加上 123 45 678 90 30 一共是31个 那么这个字负串的长度 理论上来讲 应该是31个 如果他把空格 都给加进来的话 那么理论上来讲 应该是31个字负串 如果他不计算空格的话 那么大家可以 把这个31 再去减去这种 相应的空格就是了 那么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一共有五个空格 如果不计算空格的话 那么31 减5 正好呢 剩26个字负串 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这样的 我们先来保存退出 然后执行一下 谁要test 看是不是31 所以他在统计的时候 标点符号 空格 以及实质性的英文字母 他都会给你统计出来 然后呢 告诉你这个实际的变量的字负串 长度是多长 这样的话呢 你就知道他的 你就可以通过这个方式来计算你的字负串长度有多少了 那么最简单的一个方法就是怎么来操作 比如说我们需要计算一些这个文件当中的一些这种行的长度 当然我们完全可以不用说考虑这种脚本的方式来执行 因为有其他的这种命令帮我们做到了 那么像wc就完全可以帮我们实现 那么通常情况下这种字负串都是自己来定义来操作的 那么其次 大家看这个第二行 从position开始提取字负串 这个是什么意思 我们来演示一下 看一下啊 那么这个时候呢 多了一个东西 叫做从position开始提取 这个时候我们加一个冒号 后面跟上一个数值 那么这个数值呢 你可以随便起 但是后面呢 一定是整数 所以呢 后面我们跟上多少 比如说我们跟上简单一点 我们就跟上一个2 这个好算 然后看一下 我们再去执行 大家看一下 一定要注意啊 看一下 这时候他报错了 我们这个说的可能不对啊 我们看一下 这个呢 就前面就不需要加警号了 加警号是用来表示统计它的长度的 我们把那个警号忘了去掉 我们把这个警号去掉 这样的话是表示统计 这样的话就直接是截取了 那我们再去执行 大家看一下 发现什么没有 没有th了 没有th了 从那已经截取掉了 那么它的正常输出是什么 is is a test from后盾网 而并不是this is了 他把th给截取掉了 因为我那设置了是两个 对不对 我们设置了是2 当我们把这个值改一下 这个时候我们把这个值改一下 改成多少 大家看一下 我们比如说 我们就让它从is开头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改成多少 前面呢 this这是四个 然后要把控制给去掉 所以应该是5 我们这时候改成5 从第五个开始截取 那么这个时候正常输出应该是什么 正常输出的话 就应该是 as a test from后盾网 那么为了表示能够正常的做一个对比 我们先来 让它正常的来打印出来 一份这种VR 然后呢再来看一下截取的VR是什么样的 保存退出 这个时候我们再去执行 它会打印出两行 第一行呢 是一个完整的 this is a test 那么第二行呢 是一个截取掉的 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 正好 对不对 我们把这个全部给截取掉了 那么下面呢 就是这样的输出 正好是5个字符串 这个呢 就是关于截取的一些操作 那么再往下 还有大家看一下 通过这种字符串的截取 也就是说什么意思 从position这开始提取 然后呢 还要计算出它的长度出来 那么这个也就非常好理解了 这个时候我们再去编辑它 然后呢 后面我们再加一个值 是什么 再加一个什么样的值 大家看一下 直接再加一个冒号 再去加一个值就行了 是什么意思呢 是什么意思 就是计算它的长度 它计算什么长度 它计算的是什么 它是开始提取长度为 lens的这种子串 那么换句话说 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比如说 我们要从第五个开始截取 那么输出应该是这一行 对不对 那么这行它的长度是多少 它的长度是多少 我们不知道 但是呢 通过这个lens 我们可以去计算 怎么来计算 大家看一下这 看一下这 最简单的一个操作 直接在后面输入一个五 那么你看看 怎么来截取的啊 看一下怎么来截取的 我们这时候 也是在后面输入一个五吧 然后呢 我们再去保存退出 这个时候再去执行 你看一下 它截取的是什么 它是从子串里面进行截取 然后再计算出它的长度 因为你只给了它一个数值五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个时候它是怎么来截取的 它是怎么来截取的 它是这样来截取的 首先那个子串 那么之前应该是 is a test from后顿网 那这个时候呢 你给它截取 是从这开始截取的 也就是从前面这块给截取掉了 this is空格截取掉了 然后呢 变成了is a test from后顿网了 那么后面呢 你又截取掉了 你又截取了五个 就是又截取了五个 就变成什么了 就是is空格a 然后正好这样加一个空格 那么五个正好就变成这个了 所以呢 这个呢 就相当于前面和后面同时截取 你只保留中间的那一段值 所以呢 这个呢 就是另外一种截取方式 大家把这个搞清楚 那么我们再来看 关于下面的这个删除匹配字符串 这个呢 也是相对来说 比较实用一点的 那么这个删除呢 其实非常简单 一个是最短匹配 一个是最长匹配 这个呢 大家简单来理解一下就行了 那么比如说 我们做这么一个操作 我们打开它 然后做这么一个操作 我们先把这个删掉 换一种方式啊 然后呢 我们直接echo echo 然后呢 输出什么 到了符号 后面呢 跟上什么 跟上这个 v2 这个字符串 对不对 然后呢 我要截取什么 i 或者说 th this is 然后从这开始 怎么着 开始做这种最短的截取 对吧 完了之后呢 是什么意思 这样的话呢 它就做什么操作 它就删除开始的字符串 也就是说 this 空格 is 就会被删除掉 我们看一下 是不是这样 然后呢 执行 来看一下啊 执行 是不是 不显示了吧 这个呢 就是 删除开始的字符串 那么下一个 下一个 删除开始 i到点儿的所有字符 这个呢 属于最短匹配 是什么意思 最短匹配 是什么意思 大家看一下啊 我们还是这样 只输入一个大写的t 然后后面跟上什么 后面跟上什么 看一下 星 星呢 表示通费符 直接输上一个点 这样 你再去看它的输出 就明白什么意思了 看一下 空白的 什么都不输出了 所以呢 这个呢 其实就是删除的一个这种字符串的一种操作 叫做最短匹配 最短匹配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可以通过这个信号 从头到尾 然后直接给它一个用凶号通配符的方式来表示 这样的话呢 就表示它头呢 可能是一个t开头的 然后那么输上一个t 后面结束是什么 是一个句点 或者说一个句号 我们把这个给它输上 就表示你要把这些东西全部都给删除掉 不留 这个呢 就表示删除 那么还有一个叫做最长匹配 最长匹配 删除开始i到点 所有的字符 其实性质是差不多的 只不过是输两个警号 那么它也是把所有的东西都给你删除掉 我们也是给大家来做一个这种基本的演示 让大家看一下 然后呢 直接还是t新点 然后只不过在这里面加上一个什么 多一个警号 这样 然后呢 我们再去执行 大家看一下 也是什么都不输出 对不对 也是什么都不输出 所以呢 这个呢 就是关于它的这种最长匹配和最短匹配 那么他们俩这些有什么区别 刚才可能会有同学问到了 说这个最短匹配还有什么样的区别 我直接用一个i加一个星号 就完全给匹配到了 那么是一样的 那么我加两个警号 一个i星就表示 只是一个加点 一个不加点 大家发现没有 一个加点 一个不加点 那么有什么区别 我们来给大家做一个演示 有什么样的区别啊 这个时候 如果 我用的是 这有一个点 对不对 然后我在后面再加一行 i love 然后linux system 对不对 我就加了一行 然后呢 这个时候呢 我保存 然后呢 我用最短的来做 大家注意啊 我用最短的来操作 然后 剃到点 对不对 然后呢 再去保存 退出 然后再去执行 是要 大家看一下 它会输出后面的一条 它会输出后面的一条句子出来 对不对 因为我是最短截取嘛 那么最短截取是从哪到哪 对不对 大家看一下最短 最短截取是从t 然后呢 到哪 到这个点 这是最短一个截取 但是如果我是最长截取 那么怎么截取 我首先要输入什么 两个警号 对不对 然后完了之后 也是从t开始 然后我截到哪 我什么都不输出了 我全部截掉 再去看一下 这行 什么都不输出了 对不对 这个是正常的输出 这个就是什么都不输出了 所以呢 这个就是最长和最短 它们之间的一个区别 那么最短截取呢 你要注意中间的 你这些符号 你可以以这个点为标识 你也可以以h标识啊 以h为标识 这样的话 它在截取的时候 就截取这一块 一直到这 到这个空格 就结束 就全部结束掉了 那个是最短截取 那么最长截取呢 就是同开头 你可以到最后 那么只要这个标识的存在 就是OK的 所以呢 这个呢 就是关于自负转变量的 一些这种截取方式 大家把这个尝试理解一下 就可以了 那么再往下 就是变量的这种数值计算 这个呢 刚才有跟大家做过 这种相关的演示 我们首先 必须是要通过这种 双层的小括号 来执行运算 就可以了 那么这里面呢 加减乘除 磨密 运算 都是可以执行的 你只需要按照这种 小括号的输入方式 然后输入完成之后 把相应的结果值 付给一个变量 然后呢 我们输出这个变量 就可以了 这个非常非常方便 非常容易 这个呢 就是关于这个 谁有变量的一些 这种基本操作方式 那么这里面主要涉及到 字符串和整数的 一些这种操作方式 关于整数这边的 这种集团方式呢 我们就不做这种 重点的这种演示了 大家一定要搞清楚 的一点是什么 就是说你要熟悉这些符号 那么加减乘除呢 相对来说比较容易理解 那么先乘除后加减的呢 那么这里面还涉及到 一个磨运算和一个密运算 那么磨呢 其实就是取鱼 当一个数出于 另外一个数的时候 就是专门取它的余数 这个密运算 大家要搞清楚啊 密运算指的是什么 密运算就是 在数学里面 比如说三的二次米 或者三的三次米 就表示怎么来写 就是三乘以再乘以 其实用两个信号 就表示是一个密运算 就是三的二次方 或者三的三次方 换句话说呢 就是如果是三的二次方 就是三乘以三 三次方呢 就三乘以三 再乘以三 就这么一个操作 所以大家把这个搞清楚就可以了 然后呢 数值计算呢 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复杂 你只需要掌握双层小括号 怎么来使用 那么后续的加减乘除 对我们来说 就没有任何的这种难点了 我们就可以完全掌握 整个的这种石油脚本当中 这种数值的整形 整形的这种计算了 那么相对来说 字符串这边呢 操作倒是多一些 那么希望大家呢 把这个着重的理解一下 比如说从开头删除 最匹配的字串 或者说从开头删除 最长的这种匹配字串 那么也是一样 从结尾删除也是一样的 只不过是把这个符号 变换一下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呢 就能代表 你是从头开始删除 还是从这个尾巴开始删除 就这么几种操作 把这个呢 大家详细来掌握一下 理解一下 那么share的这种变量的 这种方式呢 基本上 你就可以完全掌握了 那么在下一节课呢 我们将给大家着重的来讲解 如何来利用这种判断的方式 来判断一些这种可存在的 或者不存在的一些文件 它怎么样来判断 怎么样来输出 怎么样来证明等等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就先讲到这 主要是share脚本的变量 然后呢 大家把这个变量呢 都给尝试理解一下 那么后续呢 我们将会学这种相关的判断 这里面呢 也会涉及到一些这种变量的操作 那么这节课呢 就先讲到这 谢谢大家 后顿网提供免费视频分享 如果在学习中遇到问题 请到后顿网论坛进行交流 也可以加入后顿QQ群 同时后顿网论坛提供高清版下载 感谢您的收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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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您的收看